大家好,我是翔叔仙,Peter 叔仙 Chen 今天我要教大家做一种很简单很好吃的葱油饼 材料就是黑胡椒粉、盐、青葱和面粉 就是这么简单 首先我们把洋葱洗净之后,然后切到非常小粒 大家看看我已经把洋葱切好了 对,因为我很喜欢吃洋葱,所以我切了很多很多 大家看看,我已经把两杯的面粉放在盆上 大约可以做三块葱油饼 如果你想做多一点的话,就加多一点 接着我们放点热水,慢慢慢慢 放点面 然后把它拌均匀 然后把它拌均匀 拌均匀的期间,又要放一点冷水 看看,几快手就把面团搓好了 接着用手掌把饼子压平 然后把它倒一点油进去 接着我们倒一点油到饼子里 以前我们喜欢用猪油的,煮出来真的很漂亮 但现在比较难找到猪油,而且又不健康 所以我用一点油来代掉它 接着我们将葱放进去 你看我多喜欢吃葱,所以我放很多葱 說明是蔥油餅 然後我們把麵粉搓成一個波狀 又是用手壓平 這樣洋蔥就會在每一個地方 大家看看我已經把蔥油餅做好了 然後我們把油倒進平底鍋 記得火不能太旺 而且油也不能太多 在煎餅的時候 我們把黑胡椒粉和鹽灑在麵團上面 記得當我們把麵團反過來再煎的時候 照樣是把黑胡椒粉和鹽灑在麵團上面 然後我們把做好的材料放進平底鍋 慢慢開始煎 如果在這個時候你覺得麵團太厚 你不想吃太厚 你便用鑊鏟去煎平一點 因為是慢火 所以你蓋上蓋子慢慢煎 你看看上面 蔥油餅多漂亮 蔥油餅煎好了 然後我們現在把它切開 大家看看 蔥油餅已經煎好了 哇好香好好味 好容易煎 你們可以自己試一下 我現在要去吃蔥油餅了 拜拜